股票就解決了 太厲害了 但是平常你會看到這樣的協議內容嗎 為什麼想不到 各位因為平常的人都做不到 如果你沒有政治勢力 誰會給你簽這樣的協議 這就是厲害的地方 又可以玩弄政治權力 又可以做好完整的布局 然後同時可以得到所有的獲利 還有一張無辜的臉告訴大家 我好可憐 我們再看一下蔡主席那一段話 尤其是蔡主席那一段話 後面還有更重要的 投資生計是多麼重大的 為台灣發展 然後這個投資生計 是可能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需要投資很大的力量 而且回收是很慢的 蔡英文主席 你都跟社會大眾講得很清楚 但是發生在你自己身上 剛好相反了 你在2007年 就把但書已經都寫好了 我不知道這個在鄉親 在台南的很多鄉親 龍介有沒有問一下鄉親這樣聽得有 有了 龍介 曹哥 我還算明了 秋元先等一下 龍介先 秋意說了 秋意說了的時候 這鄉親有差不多30%聽得有啦 現在齁 鳳馨哥再說了齁 現在有65%的人聽得有啦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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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跟我說這叫什麼呢 他們說這叫做白基骨啦 喔 他說這就是白基骨 你聽不懂 台湯瓦啦 喔 他們說台灣還不錯耶 對對對白基骨 他說喔 這白基骨齁就是 他白了啦 然後齁 他去吃麻糬去見識啦 就是怎麼樣 就是他到尾了 他還要愛董主席 還要選總統 就是說 魚跟貧獎齁 他都要愛 所以人們開始 嚴重來檢查的時候 他就要去 去給自己百個麻糬去見識啦 所以你看他這鄉親有厲害嗎 所以你要了解喔 今天就是說 初期有一句話說什麼 海溝中建帝啊 林素不敵心啊 人到四點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所以政治人物包括 馬英九創英文 包括賈龍街邱義啦 我們總不斷要把他檢驗 再檢驗啦 這個人喔 政治人物就想到說白痴的啦 所以他想要跟你騙 就是要得到二億 結果 創主席他就是怎麼樣 千勝萬勝 不得到天一月啦 所以這鄉親大家 眼睛有夠來嗎 有有有 欸 你剛才說的白基骨 這個這一句話大家可能就聽懂 鄉親喜歡說的聽話 鄉哥 鄉哥 我再補充算命啦 鄉哥 我再補充算命 給百分之九十六人聽 鄉下渡社殺永文 Перв经 protest扇 我這樣說啦 希長都是宇滙的当事長 大家好 它也是台貓生技投資的当事長 照說啦 蔡英文要把園昌的股票賣掉 他一定要去賣給萬數高等 就是賣給政府 賣多少賣一國五點六國 但是副英文不僅這樣做 這樣就賺沒有錢 這樣就不合副英文的愛知的個性 副英文不用處理呢 他就補一個叫 他說 愛國有一間公司前論態 先去買台貿生技投資的股份 這樣副英文可以把宇昌賣給潤泰 所以潤泰管一出十一塊半 一塊來買潤泰的股票 來買宇昌的股票 副英文就賺了 他的一千九百八十萬 不是他賺得那麼單純 不是賺一筆筆 不管多少 但是副英文是他做 行政與富裕充的領埃 一邊修法 一邊補強 然後到和美越高潔 老這個伏筆 老這個寬頭 然後來給他賺這筆錢 這就是副英文的致命目 我想我這樣說 中南部的鄉親應該有九聲聽到 還有九聲聽到 如果大家都聽到我 應該今天已經睡不著了 有九聲聽到我 我告訴你 絕對聽到我 但是要繼續聽到我 這就是民進黨厲害的地方 我想我們這個鄉親 雖然這有感受到一些胸壓高野的行為 有一些法律上見解 稍微比較複雜 但是我建議鄉親 好好睡一覺 回來再看一遍 絕對保理清楚了 創意文主席說 我沒有違背旋轉門的條件 但是大家懷疑你就是有 如果旋轉門你再開一個方便門 很方便的 別人是拍照下去 你怎麼閃一下你就下去 今天這些資料的現實了 你再加一個 都新聞 手 別人都要死了之後 沒關係 我還有一個都新聞 我對這個都新聞 我做了浪港 更簡單的說 這隻火兩隻要摘下去了 大家是怕到要摘 刷在等 我不用怕 我扮一個黃金的落格桑 我就跳下去 安全落地 姿勢又這麼漂亮 像鳳馨說 還可以繞兩隻眼睛 風這麼大 空氣這麼冷 我怕要冷到 是不是 他所有的班儀都給他吃掉 臺灣人家講 講到這個情形嗎 為收錢就可以看大錢 我媽媽 尤其我沒有什麼大學問 經常跟我講說 賺錢以前 先賺錢要怎麼開錢 你看蔡英文開錢的態度 賺錢的態度 你就知道說 這個這麼大的家庭 叫中華民國 叫台灣這個大家庭 是要怎麼交給他這方 我對蔡英文沒有任何的性格 不是因為你大夫 不是因為你女婦 我不是什麼動 我看你的能力 我看你的人家 副主席 不可以這樣 派黃金降落散 還蓋一個逃生門 沒人這樣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蔡英文主席 怎麼講說不計損益的 我出任民進黨主席之後 因為考量黨主席的身份 以及履行當年的承諾 就積極的尋求 民間企業家接受 家族的持股 而且依照一般的生業條件出售 完全沒有考量投資損益的問題 這蔡英文主席說 完全沒有考量投資損益的問題 但是事實說話 蔡英文主席可能還 這個可能都還委屈你了 可能冤枉你了 所以你要站出來 騎出來 跟大家說清楚 講明白 不可以把人問一下 就說 適可而止 大哥 你在台南開SNG 你這樣會讓民進黨很忙 他沒有開始做人肉搜索說 這個是不是國民黨的黨公 你這個人都沒在睡覺就是這樣 剛才的論壞是這樣說 他說 副位說了30%有 陳鋒欣說了65%有 現在副位說了65%有 那個就黑白說了 我幫你回憶審查對黑白說 哪有可能 你說65%我想到這個事情 他跟蔡英文負責 農戒真正說 小英嘛你到台南拿65%的選票 農戒要賺錢 農戒啊 你會記得嗎 你說你要賺錢 你會比較加油 你不要賺錢賺錢 你不要賺錢賺錢 我就抱歉了 大哥 你現場都是農戒的支持者 我可以這樣說一句實在的 台南 國民黨最近贏過 不要說選市長選理會 你選總統 台南鄉信 你們選理會 是叫民進黨五比零 五十都民進黨的 你現在在那裡逼黑球 我 大哥 我們說一句實在 很多人一定洗腦的成功 一定完成過了 現在說90%都聽到 90%都聽到 蔡英文就不用選了 不可能 我不是要漏氣 我是說大家要了解現實 南部 蔡英文跟民進黨是很暗的 我估計給大家聽 蔡英文跟我們說 用這段時間 我感覺自己反而比較像是 對產業發展有貢獻的人 蔡英文跟我們說 鄉親這句你聽下去 剛才前一小時 李頭說什麼 說下流造假詐騙 大家再看一句 這句話你再看一遍 他說 我感覺自己 比較像對產業發展有貢獻 這句話會突然下去 蔡英文跟我們說 他們剛才說很多 所以我都不會插嘴 因為我的思考比較簡單 我一句就好 我就比照宇昌案 一般的老百姓 一般的公民圓 可以還是不行 可以還是不行 也可以 我要回蔡英文 我不要說真的 我要回蔡英文 也是不行 我絕對不回他 靠近的 欸 跟他你可以 別人都不行 這就有問題 我跟你們說 你們說一大堆 我們在說什麼 可不可以再做一次宇昌案 可不可以再來一次宇昌案 如果蔡英文你當選 你可不可以允許宇昌案 再來一次一模一樣的 其實你自己容不容許 蔡英文主席 你自己容不容許 其實你支持誰 投誰都無所謂 你願意還是變成死忠 也可以 每個人的權利 但是至少要想辦法 了解一下真相 我動作盤 我給他 我也是要了解一下 至少這不會被騙死為止 對啊 但是蔡英文有什麼態度 大家剛剛看那個畫面 講完他就走 幾兩天記者問說 人家也要去 留下來被提問 隨便記者問 你怎麼就先走 用我感冒 就感冒就這樣 就好像前面人家在質疑說 你家人賺了一千九百 你怎麼可以這樣 他就開始哭 就是每次都用這種表演 那事情就說清楚 你主要是這個事實是 今天的宇昌案 他所呈現的事實是 這家公司虧了九點八億 九點八億 政府投資四億 如果照比例現在虧了兩億 所有股東出頭 都是任賠殺出 容許了錢 為什麼你家賺了一千九百八十萬 這這麼簡單的問題嘛 你設了這些東西 你應該出來講啊 對不對 就有人說到最好啊 我現在再開一間公司 照你的方式來做可以還不行 絕對不行嘛 只有你可以 這是特權啊 這個特權是什麼營造出來的 是你當行政院副院長 自己去立法院遊說那個法律 然後自己開了這家公司 然後自己批這個公文 然後批准了給這家叫胎妹的公司 後來你去幹這家公司董事長 然後享受自己批的那筆錢嘛 然後最後你賺了錢 所有包括國家 所有其他投資人通通賠錢 這個是很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要把它講得那麼複雜 然後用哭的 用我感冒 用各種手段 然後來逃避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 議長其實是這麼簡單 是 一間公司 胎是蔡英文 看錢的還是蔡英文 胎 胎是錢落到公司的 還是蔡英文 都一樣 不 鄭重點你特權也罷 你自肥也罷 這都還可以改變的 但是你到目前的態度 到目前的態度 從來不面對 不准媒體去問 不准民眾去問 公佈一些事實的真相 馬上就說你要視可而止 這個態度會怕死人你知道嗎 其實這可怕的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那麼多 你剛剛蔡英文會講那些話 反正政客的話 她講得都很漂亮 所以我們要檢驗她的話的時候是 她內心最在乎是什麼 我現在把兩個東西放過來比 這件事情講到這些 我們真的回去看 你真的依法論法 旋轉門條款 法規已經準備好了 你說她有沒有那個背棄 那個背棄原始股東的問題 但數已經準備好了 你就看到裡面 她一個人對於自己 真正內心裡面最在乎的事情 會用盡心機 一一的做好準備 她真的不在乎的 她是隨便就跟你講 我現在就比的是說 面對未來的政策 兩岸關係 我當選以後再說 我會多聽人家的意見 代表什麼 她對這個她現在是選總統 可是我們關心的事情 她有在乎嗎 她沒在乎 可是我看到這個宇昌愛 剛剛那麼多細節 你看到的是什麼 當跟她的錢有關 當跟她的利益有關的時候 布局今生 所以我說這裡面 這對比的是什麼 蔡英文真正在乎的 她會布局今生 所以我要跟她道歉 她真的不是空心菜 當她有用的時候 她布局今生 她在乎的時候 她布局今生 可是問題是 關於我們人民要的政策 我們要的願景 她不在乎 這是你剛剛講的說 這個用盡心機 用盡心機 主要的一個目的就是很容易 爆炭 現在台南現場 榮姐 韜哥 韜哥我先說一下 我本來要來說創下 但是創下自己先說了 創下應該要替她說空心菜要倒閉 蔡英文不是空心菜 蔡英文那顆心 刺繳玲瓏心 她那顆心很厲害 心機很重 但是她那個心機 不是用在帝國 所以帝國的時候是感到的 但是要來賠錢 要來想辦法賺錢 要來想辦法賺錢 好 她那個心 心機很重 不是空心的 不是空隔的 不但做事 變化也很多 我說 這樣幾個大家就知道了 加上宇昌的這個事件 是馬英九做的 或是馬英九做的 蔡英文做的這件事 加上馬英九做的 我告訴大家 民進黨不知道要兵什麼時候 馬總統沒算 馬總統現在已經退選了 已經退選了 已經退選了 是 榮介在台南現場 請說 不斷的檢驗 我想對於政治人物就是這樣 如果像這種東西 你做一個國家的領土人 幫你問兩遍 你就要好 我為什麼要再問下去 對不對 如果像這樣就會好 如果民進中國 很強的飛檔要打來 你為什麼用好就好嗎 這樣台灣人要怎麼把這個票回來 所以說你在這個四肥的中間 一個態度 一扁再扁 一托再托 以托待扁 我跟你說 一批天下無難受 越批越順受 這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就把他托 托到你們討論不好了 看你們這個節目 給我討論 看你們說 我最后你們是四可而止 所以我再等新的議題出來 我就批過了 我連我拍的公告 每一邊的公告 才第二電台他就扣起來 每天幫你連 就像飛雲說的 那個翁市會 說的事情 自由是無無無的 所以我們第二電台我們很公平 人家報紙有報紙就有說 報紙沒報紙就不用說了 這樣你看看 繼續洗腦 還要減洗身 有聽到嗎 等一下我馬上談了很多鄉親 看看這個龍介先生說 有65%都瞭解這個宇昌案 我們聽一下台南將軍 你待會兒應該用抽的 馬上回來我們現場 你用點的啦 點檳點檳